你這樣犧牲大白菜 你對得起大白菜的祖先嗎 這就是他的偉大 是 你怎麼懂 這就是大白菜的偉大 這也是大白菜的偉大 對... 等一下... 你幹嘛 別唱啦 歐洲... 你要不要唱 別唱 歐洲都要賣你 別唱 這就要賣哪裡 大壯的 別唱啦 你們怎麼這樣 你們從對面就可以找得到 德蘭囉 你們不要賣肉 你別唱比較喜歡這個 我就比較浪漫耶 我的字典就沒辦法開這兩支 什麼樣子 來 幾分 唉唷 我告訴你 你也是切不給麵 好嗎 我跟妳講 答應我看你就知道了 他肉跳 他肉跳 每天在那個... 攪影 唉唷 你看看 好... 燙 會燙不燙 燙不燙 你叫我離合近一點 然後我就被油噴到啦 你離油他也會噴到我啊 漂亮啦 你搶兩隻 再會兒 掉... 又掉兩個... 怎麼辦 又掉兩個了 就整個拿起來 整個掉了什麼 對... 好酷喔 怪書內文耶 這個是檸檬 這個是檸檬 好可憐啊 這是檸檬 這是檸檬啊 他是檸檬 他是檸檬 小心... 你會撞到頭 好高喔 你不要再這樣 要下來啦 三星鄉 三星鄉有什麼好玩的啊 要來... 三星鄉應該就是只有 三星蔥很厲害 對 很強的蔥 叫三星蔥 那除了三星蔥之外 我還是不知道有什麼 對啊 說實在三星 我也不太知道有什麼耶 那今天要來到這邊 尋寶 尋寶... 尋寶是不是應該要找一個 地頭蛇來帶路 有誰呢 小心車... 火車來了... 火車來了 你火車來了 搞得像是火一樣 你是誰 這列車長長得蠻帥的喔 這位大哥看起來 你好... 你好... 請進... 你怎麼會在這邊開火車啊 對啊 你是在這裡的站長 我是在地本地三星鄉的鄉長 鄉長 你是鄉長的在開火車 鄉長 你斜槓開火車喔 你斜槓 斜槓人生 對 因為你們來特別來開 你知道要怎麼來 對... 你知道要怎麼來尋寶 今天來這裡就是地方了 怎麼說 這台車頭 田上米車頭 是 就是一個布 這就是有百多年就租的火車頭 三星還有很多的經典 包括我們長期有 長期有喔 夫妻樹 夫妻樹 夫妻樹已經300多年了 我真的很慫 因為我一直覺得 就三星就只有三星蔥 對 因為那除了好玩有好吃的嗎 對 三星的農產品 又特別有出名 有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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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蔥有銀釉有全國 95%的生產量 說你來三星 這麼厲害喔 95%都在這裡很高耶 那這次我們來對了 對啊 三星 可以來玩 可以來玩嗎 送禮的地方是最好 對 說到送禮剛好 什麼 我們母名在世人 這很重要耶 賺這次機會 看我們的行程這樣走下來 有沒有什麼寶物 我可以把它準備 我們兩個人可以送他一支銀釉 然後銀釉炒不聽 就銀釉滿大廳了 漂亮喔 可以喔 可以喔 我拿回來炒 好 不然我們家的錢都給我們 店裡花了 沒有 但如果有人可以帶 也是不錯的 對 我剛剛有想了一下 其實我覺得送什麼禮物 都不值得自己親手做的料理 我覺得今天剛好米其林大師 這個豆哥也在 我們今天... 到底在哪裡 我在想說米其林大師今天有來 剛好我想就是跟你請例一下 我想要做一道這個愛心料理 生日大餐 這樣嘛 其實我們就是一個誠心啦 誠心會感動天嘛 好不好 老婆就是天 我們來去感動他 那鄉長 你這次要帶我們來四街見 今天好不好 當然也真是說 跟大家來的時候 還這麼宣誓 但是今天因為現場特別多 所以我特別來請我們船長 在當地下那裡 要來公迎大家 好啊 好啊 那鄉長 這樣就下次了 好啊 再次歡迎你 好 祝你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說要怎麼開 你要開車載我們過去嗎 我們當地上車 真的嗎 這台車有當地下嗎 沒有啦 坐在門口 他在門口而已 門口還有腳踏車 腳踏車 其實可以很實在 看到我們擔心 我們在那裡有什麼東西 有 護照方法 護照方法 所以走 出發 好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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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你快樂 辛苦你快樂 謝謝 好多這裡嗎 好像是這裡嘛 這個感覺有點像 好啊 應該不對啦 吹下去 Let's go 好啊 船長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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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裡啊 我騎過頭了喔 船長 船長啊 船長... 在... 來... 請... 這位大哥是誰 船長 船長在這邊啦 謝謝 村長 這位是... 我們是賴 賴董事長 你好... 你好 這一大片都是你的 他管理的 是... 這裡有多大 這一個長壁鋪峰 有5.8公頃 5.8公頃耶 我們這個區域 對 它是一個 艷舍湖的概念嗎 它夏天的時候 還會沒有水 它會有在那裡的時候 對... 宜蘭怎麼可能缺水 宜蘭我們說叫什麼 賴喳加 賴喳嘛 喳... 賴喳喳 都豐富的水就對了 對 賴喳喳的賴 以前人家最想說 水代表柴嘛 有吐司有柴 有水就柴源口徑的感覺 所以今天天氣很好難得對不對 我們是運氣真的超級好 真的 今天來的是時候 是時候嘛 對不對 賴董事長 幫我們介紹一下 長壁湖這邊 如果我們要來玩 這裡可以怎麼玩 這個長壁湖首先第一個 就交通的部分 大家會講方便 要定理位置 因為長壁湖位移 到我們現在的宜蘭縣 應該算是最夯的一個 清水地熱啊 清水地熱 這裡差不多只有 到它的入口只有700米左右 好冷靜耶 所以這個是整個 山藝鄉的一個觀光帶 所以它這個算是環湖的步道 對不對 環湖步道有的 可以從這邊過去 對 整個剛好繞了整個長壁 一圈 一圈你又從這個山上 它直接進去步道下來 那我們車可以過嗎 車可以遊湖嗎 可以遊湖 但是山上你騎不上去啊 誰說我當然可以 我騎給你看 對 我最厲害 我山部最會騎了 還是我們來去騎一圈看一下 好... 沒有遊過 沒有環過長壁屋對不對 你一定會很愜意 有... 對 到了到了... 來 現在我們是到了 我看到這個品牌人了 嗨... 歡迎... 你好... 嗨... 這裡是烤地瓜 烤地瓜 你要不要品嚐一下 可以喔 幸福 你們今天是什麼風 跟你們吹過來啦 今天村長帶我們來說 這邊有寶可以挖啦 我們要來挖寶的 我們這邊的村長最內行啦 真的喔 寶幸好給你做 這邊算是祕境啦 祕境 因為這個董產成立 也是在近這一兩年才成立 我們這邊的都是有機的 全是有機的 有13公頃的有機 13公頃 天啊 13公頃的有機 我們的菜都可以生吃 真的喔 都可以生吃 13公頃的生菜沙拉方便 吃個地瓜 可以好了嗎 這個是有機的 還差一點點 這樣再行一下 我們先來看你的菜好不好 那我們等一下先來去挖寶 好 沒問題 好 走 很難得 好 走 好 走 來 老闆 來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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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喔 這什麼菜 煞車 什麼菜你不知道 最好吃的一種菜 叫做高麗菜 這個高麗菜叫做 雪脆 雪脆 今年特別大 這裡有一個 這個是小一點 這個是小一點 我們要找大一點 這個 對 這個瘦大的 你看 這個瘦大的 要怎麼採 那怎麼採 我教你 好 來... 你有沒有刀 我有刀 這個砍高麗菜 你們不會砍的話 砍起來不美觀 而且沒有價值 當然你教一下... 這個我看先跟它拆起來 好不好 因為工作不方便 這個是做什麼的你知道嗎 這個是... 這個不是好幹的 這是做什麼 這個是冬天野生動物很多 小鳥都會吃這個 做高麗菜 對 所以說它這個會再飄... 那個小鳥它就不會過來 不敢來 真的假的 它很喜歡吃有機的 你看喔 好 來 這個要先壓著 對 壓著 把那個 要先把這個葉子 先剝兩片開 先剝兩片 要留一點這個栗葉 為什麼呢 這個是要保護我們採收起來的時候 對 那這個才不會破壞掉 當然我們就要稍微 弄斜邊一點 對... 這個刀子就在這裡 壓下去 壓下去 這個刀子有一點鈍 鈍了喔 這樣喔 但是只要一般就這樣 你看這樣起來有多美觀 真的很會切耶 你看多美觀 可以生吃 就這樣直接吃喔 它又甜 這麼厲害 真的假的 對... 為什麼不吃裡面 你外面有鎖子 裡面比較沒有 你為什麼不吃裡面 我告訴你 裡面是更好 但是我為了跟你講說 這個是有機的 我們不打農藥 不弄化學的東西 這冬冬天裡面的高麗菜 是最好吃的 可是這樣你們種起來 會不會不好種 你種的時間很重要 配合當地的氣候跟調節 你看這個 我們種都是種菜 是地是種 種在石頭裡面 就是你看我們一網雜草 就是用銀色部分 它鋪起來再種下去 我跟你講 這個不能去跟它繞塌掉 對 然後這樣是為什麼 我看你們都沒有清掉了 因為我們二次採收 二次採收 它還會再長那個高麗菜椅 高麗菜椅很好吃的啦 最好吃 這裡... 對... 在哪裡... 你很聰明 在哪裡 對... 你這樣...高麗菜椅 所以說你給它留這樣子 它就會再長這個 所以等一下再採的時候 你們不要根部跟它拔起來 好啦 你們吃高麗菜 我吃高麗菜 你吃外面就很好啦 很甜 超甜的 我怎麼覺得自己好像兔子啊 其實吃外面的葉子就好了 很脆很好吃 這裡還很脆 菜椅比較嫩 對 不過漂亮耶 原來高麗菜還可以二次採收 就是格雷菜椅 對 我以為是以前吃... 這是高級料理耶 對 我以為以前我們在吃 格雷菜椅的時候 會覺得說 大家是因為種了很多 然後有些才剛新長出來 還沒長大啊 你就把它切掉好不好 格雷菜椅採完之後 才可以整個再重新再種 格雷菜椅的話 這邊還有一些葉子 這些葉子再去養動物 你看 全部都可以再利用 對... 那我剛剛教你 你要會喔 會啦... OK的啦 你不會的話 我不會給你吃高麗菜喔 我吃別的菜就好啦 13公頃 就算不會高麗菜 還有別的 我一定會找到一個我會的吧 對啊 來... 你不會的話你不能... 不來試試看 來...讓你刮目相看一下 你不能隨便拿刀 你小心了 不要勾流水 小心了 我上次已經講到我的痛處了 小心了 這個不是幹農屋的 我真的很擔心耶 在這裡啦 在這裡啦 芹菜在這裡啦 漂亮喔 這一顆漂亮... 有了... 來 漂亮啦 幾分 漂亮... 給你看一下... 八分啦 說實在第一次採高麗菜 你這樣算是合格 合格喔 等一下... 缺點在哪裡 缺點 人家在切的時候 不能切到像這樣 真的喔 吹毛求疵 當然要完美一點啦 對... 處理錯喔 為什麼我會跟人 你也是剛剛教的朋友 那我再採一顆給你看好不好 好... 就這樣嘛 一回生二回熟啦 這一顆就厲害了啦 這個你學會的話 你可以去跟人家偷砍耶 不要這樣講啦 我們有在做這種事的啦 偷砍的都比較好吃 我們小時候啊 自己有種不砍啦 就跑到年輕人那邊偷砍一口 我跟你講偷砍的比較好吃 但免成的最貴 來... 好了喔 來 我還以為你要種比較好 這個喔 要換工錢看不到 真的喔 對 當然這樣也是可以啦 沒有... 我這樣被他講到 好像我不會做事 來... 我幫你拿刀子 你應該是你的刀子不好的問題 這兩隻就浪費掉嘛 把它掛下去就好了 對 人家被刀兩邊咧 不會啦 還滿 這個刀子有比較短喔 很短耶 來 你說都燉刀子來 想你知道嗎 來 一百分的來了 幾分 你把整個都沒有東西了 你要一百分 對喔 我好像掛太多喔 你這個喔 不合格 我講你 你這個還要復工錢來 還要不要 還要照你講的 你說我不合格 對 我切太... 切太起來了喔 對...你切太起來... 我裡面有幫你創刀 他拿上燉的刀子給你 對喔 這最燉的喔 它這個 你乾脆就直接給我 鍋鏟就好了嘛 因為喔 對不對 你拿刀給我幹嘛 好啦 那你再割一顆... 再割一割 再割一割 那一顆人的不好 叫湯吃到這樣 你看 我告訴你 我們這個醬油雞的 種都喜歡吃這個十字花蝌 對 那十字花蝌裡面 最喜歡吃還是大白菜 大白菜 高麗菜跟大白菜裡面 它會選大白菜 等一下 你說什麼 這不是高麗菜 這是大白菜 那為什麼這邊會種 大概會補幾顆大白菜 幹嘛 我們是運用蟲來吃的 大白菜 所以它就不會去吃高麗菜 對 所以高麗菜就沒有蟲 大白菜會有蟲 對 這招蠻厲害的耶 這個幼耳蠻強的耶 對 這個是大自然裡面 我們有時候想想知道 十字花蝌 你要留一點遺地給他們蟲 棄祖寶帥 你這樣犧牲大白菜 你對得起大白菜的祖先嗎 這就是它的偉大 是 這就是大白菜的偉大 今天走進來 你挖到什麼都不是很大種 你光學到這個就是好的 對 這個不講的話你們都不知道 知識才是力量 對 我來掛... 所以我現在要掛大白菜對不對 你現在是掛... 不要啦 它要留給蟲吃的啦 對 要留給蟲吃的啦 對啦 這一顆就好了 這一顆就好了 這一顆跟你有言 好啦... 你不要再做那個50分的耶 我告訴你 這次59 我告訴你這顆就好了 這顆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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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你會撈開 我是說不要讓它太浪費了 我怕你撈開 怕你撈開 拜託 誰撈開還不知道 對啊 很疲倦 不會撈開啦 人家說只有說一百 不好 因為這樣會被罰錢嗎 不會啊 還沒有超過兩句 好 那就好 來 撈開 我字典就沒有撈開這兩顆 什麼樣子 來 幾分 我告訴你 你也是切不平 沒有 我跟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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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你幫我切點說一下 沒有啦 其實如果妳第一次 撈好這顆的菜 這樣算一百分 不錯了啦 不錯了啦 我跟妳說 因為它是剛才切不到 切到蒸頭了 那蒸頭又切不到 我跟妳說 我有一個朋友 應該就是切到蒸頭了 對啊 三口還在 三口 特鞋子 特鞋子 要小力啦 切不到就去切到蒸頭了 這個刀的東西都要小心 對... 但是就是你們第一次 在採這個的話 算厲害了吧 對不對 好啦 再來幫妳採幾顆 這個中午來吃 等待會兒 這是什麼 很漂亮 這是什麼 你當作是火 這什麼火 藍花對不對 你沒有手指在那邊 真的嗎 我沒有幫妳教妳廟門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荷蘭豆 荷蘭豆 那荷蘭豆 冬天早上有的 我們種就知道 這麼低的時候 我們會吃它的這個芯 吃一遍 吃什麼芯 這個 這是很好吃的 這龍蜜菜喔 這很好吃的一道料理 現在可以吃嗎 現在吃生的也可以 這個是有機的 確定耶 但是這個稍微熱炒一下 就很好吃 來 你這樣 你不相信我 我不是不相信 我不是吃過荷蘭豆 對啊 對啊 它真的把它補下去了 這不是荷蘭豆 荷蘭豆的芯 它會芯 我們吃兩遍嘛 吃兩遍之後 先來開蚵 這整個都會吃你 這火也會吃你 火也會吃你 我再一個新給你吃 這火也會吃你 真的假的 對啊 它有一點點 它有一點點那個 香味 它有一個香味像說 豆的味道 豆的味道 你怎麼都知道我的味道 豆的味道 真的是豆豆的味道耶 你怎麼知道我的味道 真的有啊 豆豆的味道 好吃耶 好吃... 荷蘭豆 是從荷蘭來的嗎 應該是這樣啦 因為這個我也沒辦法考慮 它就是荷蘭 可是太陽餅也沒有太陽啊 對啊 老婆餅也沒有老婆啊 西八豆也不西八 現在就是蚌蚵香 蚌蚵香... 要剪怎麼樣子的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這個... 你看有一點肚子 要怎麼辦 蚌蚵蚵蚵的感覺 那妳就... 我跟妳講 如果用手採的話 比較不好採 但是你大概這樣 提一下 但是這個就是 挑是從尾巴這邊 對 叮一下 要把它揉來 小時候我媽媽 有叫我挑過這個 再來上面再折下來 這樣 兩邊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可以炒 或者是煮了 我看一下它裡面長什麼樣子 這個有很多品種 一種叫甜豆 好漂亮喔 對啊 這可以生吃 可以生吃 又來了 來... 你挑老闆吃看看 你實在都沒相信我 你實在都沒相信我 真的嗎 你實在都沒相信我 你吃你會愛上它 我要一顆... 做甜的對不對 我也要一顆 你給我一顆 它很甜耶 不是 你吃完了 你在幹嘛 你給我一顆 你給我殼幹嘛 你看 不要浪費 殼超好吃的 對 豆豆是甜的耶 豆豆甜的耶 殼也是甜的 我覺得這個可以 我告訴你喔 這樣很漂亮 你看這個東西 還可以拿來划一排 對 對不對 漂亮耶 這個好... 這一半而已 這一半而已 好 來 半了... 半了... 找一個比較... 他說要肥的 要補起來 就跟擠豆豆一樣 豆豆要熟 可以了... 豆豆沒有熟 你要找耶 很多耶 在裡面啊 真的怎麼這麼難喔 說實在的 真的是好吃的 這個比較大顆耶 你吃一下 真的很好吃 你整個放到嘴巴裡去咬 我就這樣踩過去嘛 有沒有 甜的耶 對啊 逆虎耶 有汁耶 對啊 老闆來喔 來拆喔 好 我們是這樣要拆過去的 你的前拆盤喔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幹嘛 不要唱啦 我那個... 鵝魚熟的都會唱 這就是啊 沒有什麼... 不要唱 不要唱 我都沒有辦法 不要唱啦 他沒有輸的 都唱的 他要吹耶 我在吹啦 你看你都不合格耶 你看這個啊 這就要拆了啦 這就要拆了啦 你 不要唱啦 你們這樣都這樣... 從對面就可以找得到荷蘭豆 你慢慢有 你眼睛比較愛一下 我就比較含慢耶 我給你吃就沒辦法了 我跟你說 我比較含慢 但是我很實在 對啦 你是在那裡的夭食耶 你看 這就有夠大塊了 你看 有夠大塊 那個... 老闆啊 請問一下 你這整排 也是犧牲品喔 有啦 對 我們都沒有湯吃的嘛 都沒有湯吃的 很漂亮的 都沒有湯吃的 那個白菜 是蔬菜界的地藏王菩薩 他不入地獄 誰入地 其實你看喔 這個白菜是很好吃喔 你看喔 外面有湯吃 但是裡面也是好的嘛 對...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這個夠漂亮耶 這個好吃耶 你看這個好吃 你等一下什麼都拿來吃 我記得就是... 我們沒有在沾油的 真的嗎 我吃看看 好吃嗎 真的生吃好好吃喔 對啊 我去外面有吃生菜三郎嘛 沒有這麼好吃啊 對 它甜了 自己撕黃菜 因為我們自己都吃這個 好 我們繼續頒好 我們董 好啦,繼續來 我們說吃地藏 來 左邊 左邊 這是什麼 這邊是補血站 補血... 補血站 對 我們農場的補血站 補血耶... 補血耶... 你們如果一般說這個 叫紅菜 鐵質豐富 跟我們外面的紅菜不一樣 它這是我們台灣延伸種的 紅鳳菜 紅鳳菜 北部的紅菜是在東西 是最很優良的一種蔬菜 而且是最傳統的 對 它的鐵質 含鐵質很豐富 而且它的花青素 特別多 花青素 特別多 這怎麼採... 我跟你講它是這樣 它有過程 奇怪 為什麼你現在這個刀 就比較利了 那當然 這個是我自己的刀 對... 你看這個背面 你看是... 紅色的 紅色的 朝陽光的地方是綠色的 所以說它不然有光火作用 它後面它隱藏的就是這種 裡面它含有很多鐵質 對 跟花青素 它其實長得也很漂亮 對 這是台灣原生種 對 台灣原生種 那我們要怎麼採 就像你這樣嗎 我跟你講 我們採這個的話 我們一般都是... 看長度 有... 這麼長的話 我們就可以採了 對 這麼長 一個手掌長 我跟你講 割起來 割起來 那割起來 一根... 對 到時候我們吃的時候 就挑 從上面挑 然後把S這樣挑 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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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也可以摺多一點 對 但是這個梗不要浪費掉 對 這個如果家裡有陽台 對 有花盆 這樣擦在泥土裡面 它擦跟擦根就活了 大概一個多月以後 它會再長青苗出來 它會延續這樣 當藤栽也很好 對 好酷喔 就是這樣 大概我們一般都是種三根下去 好... 這很難的 你們這個時候來 其實有這種習慣 真的喔 夏天就是不能吃 太老化了 好 它這個... 如果說是這樣 根部... 你不能一次全部勾起來 這樣不合格 不合格 這樣的話 我要跟你課文 課文 真的喔 這個... 找一根一根的勾 不能全部跟它勾起來 這樣喔 這樣就可以了 對... 我想說看到都很長 這個它還會再長大 這個還會再長長 真的喔 一直還會再大 好... 但是這個比較浪費 好... 它很嚴格 對啊 有沒有...來 這裡 對...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 這支也不錯了 等一下... 停 怎麼了 這個夠長 這就不合格了 他把它扣分 不會... 他就說不會 我告訴你 這個長度如果夠 它這個都可以挑起來吃 對... 從這邊開始吃 不信來 都是有機的 對 來 他真的把它補下去 都把它補下去 來...我幫你找... 其他這個風味 你不要吐到的 真的嗎 我看你這樣 蓋起來 蓋太多 要補一下 什麼感覺 它的味道很濃耶 你吃起來 口感跟剛才的菜不一樣 不一樣 它吃起來有勾芡的感覺喔 有勾芡的感覺喔 是稠的 對 有膠質 你吃看看你就知道 好奇怪的特別的感覺 你比較沒大吃 燙燙 燙沒大吧 那種叫什麼 有一種菜燙燙 那叫什麼菜 它都黏黏的 這個味道... 對 這個味道很熟悉 但我現在想... 黏黏的感覺 而且是好吃的喔 好吃... 好吃的喔 油雞的東西 你吃青的都我給你 好吃耶 好 很香 有沒有剪刀 來... 用剪刀剪就好 好 好舒服耶 碰油最爽 從東北季風來的時候 最好 看見看 燙喔... 可以嗎 好 來... 這甜點的... 甜點的 甜點的 你這水很快的耶 一天在那裡 龍眼 你看看 好... 有香嗎 會燙嗎 香... 我們以前洗的時候 都一定要烘到柳子 有燒焦味 有什麼 那個炭香 你知道嗎 地瓜它其實是澱粉 它如果遇到溫度 它那個焦糖會出來 對... 它裡面有糖分會出來 香嗎 香 冬天我們吃這個 你吃很舒服的耶 你也撈一碎我吃 你不想吃青的嗎 那是皮給你啦 你不想吃青的嗎 沒有啦 有時候說我們要吃熟的 這樣喔 你說的我是狗的 我是狗的 狗的 狗的 我們這裡都吃青的 好好吃喔 有香喔 那個再拿起來 說真的 對 它那個焦糖化在皮邊邊 超好吃 最好吃的 太舒服了 來這邊 不錯啦 真的是不錯 你剛剛帶小孩來烘油 真的 帶小孩來烘油 我們今天的剛剛採的那一盤菜子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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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好吃 你剛才不是說沒有了 你現在還有 你剛才不是說沒有 我是說送你過去了 沒有你啦 這可以切一下... 因為鹽水這醬汁很貴 對 我的台湯咧 鹽水那麼貴 整個八個這樣補下去喔 真的好舒服 還沒有這樣吃過 這樣你要求生 你野外的你要怎麼做 好香喔 好喔 老闆 謝謝 好啦 我們今天就要帶這些寶物 這樣算是一個蔬菜槍 有機的蔬菜槍 還有營養成分都有夠 有蔥 有菜 還有還有香 吃肉 吃腳都有了 營養分都有 我跟你說 來到三星喔 真的不得不介紹大家去 我帶你來吃好吃的 三星蔥 脖肉 脖肉 應該有三塊人啊 對 三塊人啊 他知道耶 便宜 說很Man 脖肉 我們這個小子 我剛才在家種菜而已 你也知道脖肉嗎 怕... 帶這個台北爽也吃脖肉 對... 脖肉 好 阿倫先來 好... 待會兒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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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喔 加油 這間喔 這間是脖肉 脖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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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脖肉的 脖肉啊 國語啊 你是講國語喔 脖肉啊 台語就是脖肉 脖肉 好 來 找我們什麼 脖肉的脖肉 脖肉本人的 最脖肉的 你好... 我們如果要吃脖肉給他 這是蔥油餅 這邊... 裡面啊 對啊... 好 走... 裡面請... 脖肉 老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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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兒站上... 阿倫說來三星這邊 還不吃過脖肉 說脖肉很厲害 對啊 厲害啊 還好啦 不感傷 真的喔 你還說八十載八十年了 可能超過的 超過的啊 超過的啊 人家看過的啊 今天想要來吃脖肉 可以啊 可以... 阿倫來幫忙炸一下 是不是可以 我本來說用錢買 現在是幫忙炸就可以吃了 可以... 吃得很好 來 給我一下 看看脖肉到底怎麼吃 怎麼吃 好... 好嗎 好... 好... 來... 炸一下... 對... 脖肉 對 這什麼肉 豬肉 豬肉 醬是什麼醬 醬啊 就是好幾種調味料 都不夠 好幾種調味料 就是不講的意思了 對啊 重點有什麼 雞蛋 醬油 麵粉 太白粉 其他... 它其他又不講 對... 大概是直接 那個一般人有用的 他都跟你講 對 他自己獨家的就不能講 他就不能講 對啊 好 來... 這怎麼做 然後就很簡單 一條一條丟下去 一條一條丟下去 對... 然後不能黏在一起 來喔 開始要吃下去了... 不是 不能黏在一起喔 我知道喔 我現在就沒有讓它黏在一起 對啊 對... 這樣就可以了 那個丟下去 是不是會... 油會噴上來 所以... 你要不要來試 不是 我要問一下 不是丟的美感 單獨去美感嗎 你來單獨知道嗎 我來看什麼 你油遠一點喔 你油近一點 離油近一點 不會被它噴到喔 這其實蠻蠻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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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油很燙 你是怎樣 被油炸到還撞到電風扇 你叫我離油近一點 我先被油噴到了啊 你離油他也會噴到我嗎 我知道 你先離油近一點 下去的時候手抽上來 對... 對... 這樣就可以... 我好像滿有天分 你現在好像絕土了 換我 我來夾 我來夾 我跟你講 我找到了訣竅了 什麼訣竅 就是你下去的時候 垂直下去 你知道奧運跳嘴嗎 我知道啊 你只要直立下去啊 你的水花就不會很大 比較不會噴了 有沒有 它只要浮起來就可以夾了 對... 我浮起來了... 可以... 因為等一下它會再穩住 OK... 這樣子只有五分熟而已 真的好像就五分熟啊 它為什麼還要回鍋 這樣才會輸啊 我覺得不能用你這個方法 這樣為什麼嗎 你不覺得你都有一個老鼠尾巴嗎 我怕燙啊 你可不可以像我剛剛放下去 就放下去了 有沒有 這樣就不會有 好像是喔 不要... 不要拉荒 你是不是拉荒 它就是彈一顆心耶 好啦... 不要... 我告訴你 牽絲比較好吃 他來... 來... 牽絲比較好吃 牽絲這樣會算失敗的成功 你也是比較好吃的嗎 你也不吃... 你也不吃... 你這個老鼠很高耶 對啊 你長得太高了 為什麼我剛剛在這邊 都沒這個困擾啊 好了... 你如何 沒有這樣啊 我就沒肉了 好啊 好了 第一輪OK 好 那再來 這個先放旁邊 第二輪 然後剩下這些粉 對 就要炸豬菜 還有豬菜啊 在你後面 像我... 這兩種都要加 九層塔 對 我不要再塔再塔 你弄一次... 就這樣丟下去 好 這個呢 這個也一樣 就這樣丟下去 那個比例呢 九層塔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這個要多一點 主要... 主要是放這個 這是高麗菜 紅蘿蔔 紅蘿蔔多一點 那九層塔就是 不用那麼多 不用那麼多一點 對 就這樣嚼一些 這個粉倒掉水皮嘛 對... 這個粉 這個粉也是我們 獨家的秘方 對... 我幫忙你散透 然後呢 然後呢 等一下 那我幫你把鍋清乾淨 謝謝你們 然後你來 這個可能 你們比較不會 我們弄會散開對不對 對... 就一團... 一觸觸的就再丟下去了 對 一觸觸的就再丟下去了 漂亮... 好 那這個拿起來 先放著 對... 然後我們剛才的肉 夠了耶 兩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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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有回覆 好香喔 夠香啊 我真的被我做得好像小老鼠 對啊 都有尾巴 被我做得很像小老鼠 每個都有尾巴 這樣就可以了喔 可以 這樣就差不多 中盤...來 漂亮 你想不想吃 超強 先走 好... 又掉兩顆... 又掉兩顆 怎麼辦 又掉兩顆 這整個拿起來 這個掉的是... 對... 好酷喔 外酥內丸耶 各位觀眾朋友 好酷喔 這個喔 黃盛 什麼什麼雞 黃盛 好吃 好吃 怎麼樣 三上桌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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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先嘗吃補肉 但之後嘛 這次你又還可以自己炸 我今天學到了 怎麼丟肉不會被燙到 真的喔 當初啊 有什麼會給這個名字 日據時代那時候 就是叫天婦樓 天婦樓 後來... 後來就是那個抗戰 然後... 對... 日本人都走了嘛 我阿公叫這個名稱 很敏感啦 所以他就改名字啊 就改 油爆肉 油爆肉 對... 然後又叫爆肉 平常不會有人點這個菜 拌酒喜分商喜慶 才會有這一招菜 我阿公要開菜單嘛 爆比較難寫嘛 爆不好寫 然後台語叫薄肉 那個薄... 薄瓜的薄 台語也叫薄 薄... 對...薄 所以他就爆肉 他就給它剪寫成薄肉 比較好寫啊 所以你就算出了影片 對... 剪回酒吃就變成薄肉 這樣子傳承了 到現在是第四代 對 第四代 不知道有人要煮嗎 對 我要煮 我來啊 我來也要煮 我來也要煮 對啊 這這麼好吃的 你溫潭的啊 我來煮 謝謝乾爹 所以亂講什麼叫乾爹 爸 你講真的好好吃喔 這個很好吃啊 我剛吃的很好吃吃菜 這個是蔬菜 這個是蔬菜 它到底是沾哪一個 其實沾這個還是蔬菜 你看這個 可以沾這個胡椒鹽 不要沾太多 那個會鹹 你們的胡椒鹽有芝麻對不對 對... 我們自己炒的 這個是用芝麻也是自己炒的喔 對... 他就炒了啦 酥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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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點像天婦羅的感覺 而且你看喔 你們口味堅持這個傳統味道 都沒變過對不對 不變... 這個味道可以紅100年了 真的很不容易 會不會 我現在... 我現在用看到桌上這個 我就想到我們那邊 那邊三包 三包 半分 我覺得要四包 我來阿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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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邊就算是他們的三包 真的好吃 又挖到一個包 又挖到包... 炸的老鼠尾巴其實說實在 蠻好吃的 真的喔 而且跟妳說 有尾巴口感比較好啊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是繼續吃 在這邊再做一次 可是剛才村長不是說 叫我們趕快去找牠 還在等我們喔 對... 我們這個不能讓牠等太久 還是等一下包一點這個牙齒 好... 漂亮... 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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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帥哥啊 現在我們介紹一個那個... 天山村牛肚雞肉一個豆柳農場 豆柳農場 一直很農場耶 這個我們老闆很非常厲害 老闆耶 幫我們介紹妳的產品 我產品有種七八種水果 隨著季節種 四地四種然後順著它的季節 然後才種四個的水果 對...等於是整年度 多少都可以採收 好耶 那我們今天要來幫忙採用果 我帶你們到果園去 看一下 好... 好... 等一下 那我們來收阿寶 好... 我就不陪你們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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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帶你們帶我 拜拜 好... 身長一直陪著我們感覺 後來真的... 他都沒吃過 有啦... 他特地多控來的 來 我幫你們介紹 這個 不是 這個是檸檬 這是檸檬 這是檸檬 是 這個是... 還是宜蘭的檸檬 跟我們平常看到的檸檬 不太一樣 我沒有看過這種檸檬耶 這個是檸檬 那好可憐啦 這樣子比較像 這樣子完全不像檸檬 我才不相信這是檸檬 來 你咬一口 剪刀頭部 這是什麼 真的要吃是不是 剪刀、豬、豬、豬 有豬 沒事 這個可以這樣子 直接打開吃的嗎 可以吧 可以嗎 你如果不怕酸 你就吃嗎 我當然怕啊 讓我輸了啊 好香喔 現在 這是檸檬 你在剝... 你在剝的東西 這是檸檬啦 這檸檬... 你看這就是檸檬 這... 你不要再假了喔 這就是檸檬 這真的是檸檬 而且是一個大吉大利的樣子 它是一半一半的 你看說這是檸檬 對不對 這是檸檬 這是檸檬啦 你確定這是檸檬 你到底要不要吃啊 沒有... 這樣... 它裡面 它裡面是檸檬 好棒喔 沒辦法你給我看看 來喔 我要吃一下 吃一下... 這是檸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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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啦 真的啊 你就不信心看看 但聞起來... 聞起來是感冒耶 試看看的 你這個幾塊錢的演技啦 你試看看 感冒啊 好神奇喔 怎麼會這樣 它是檸檬 不是... 它是檸檬... 它是檸檬 它是檸檬掉地上 我腳好痠喔 我現在腳好痠 我踩到了 這拿來做什麼 這都是檸檬的 這拿來做什麼 我大部分都是變成說 水果只要加風 那要放糖 放鹽的 可是我們甜也不要 鹹也不要 太鹹也不要 我們酸我們就是中和一下的時候 就可以減糖 減鹽 可以減量 鹽 甜跟鹽都是減量 鹽 減量 然後加這個下去 對... 然後味道中和一下 鹹酸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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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存放就比較好存放 加這個可以變這樣 他說比較不會壞 對 時間會壞 可是就比較不用 時間會保持比較久一點點 那我跟你講 你可以給齊這個 你告訴他說這個東西吃下去 人比較不會壞 那應該要 那應該要給他媽媽吃 因為他媽媽壞透了 壞透了 要吃一點這個 增加他的保鮮情 還有什麼 我們再來去看看... 好啦 我們再來去 挖另外一個包 它這邊真的很多保障 來... 來... 都沒看過 來... 等一下這個中間它會壞掉了 對... 哪有可憐 因為它是有機的 我跟你講 幾分 1% 那一個不要再採了 對啊 你看 那一個 這個是在裡面的 這個你先割一下 我給你... 容許再給你換一個 好啊 容許換一個對不對 我跟你講我跟你講 我給你介紹 這個其實也是一種姿勢 對啊 它母體已經受傷了 它就在旁邊 就長口的餐飲出來 真的耶 就長口的餐飲出來 它已經都吃餐飲了 真人打工旅遊實境節目 跟著我們一起遠離城市吧 探訪最美麗的台灣風景 趕快訂閱 請問今晚住誰家頻道 記得開啟小鈴鐺囉 什麼名字 對了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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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